台南一名乡行车驾驶 昨天下午在北区正要停车 疑似没有注意撞上前方轿车 还好现场没有人受伤 不过被撞的车辆里 是一对夫妻载着约1岁大的幼童 担心孩子受到惊吓 妈妈也气得当场下车 怒骂肇事者 车祸现场只见女子情绪激动 她的丈夫抱着幼童到一旁安抚 尽管肇事驾驶频频道歉 但女子似乎无法接受 实在惊魂未定 女子不断高分被怒吼 附近居民见证也上前关心 随后警方到场安抚女子情绪 再帮忙肇事驾驶停好车辆 下午下午3点多台南北区长北街 当时秋信乡行车驾驶正要停车 却疑似没有注意撞上前帮红色轿车 而当时对方车里是一对夫妻 还载着一岁大的幼童 担心孩子因此受到惊吓 妈妈气得直接下车怒骂肇事驾驶 中方无人受伤也均无酒驾 按由交通分队已规定测绘处理 详细事故责任调查理清中 在此呼吁驾驶人路边停车时 应注意行人或其他车辆 爱子心切加上一时情绪激动 才会在大街上飙骂 熟悉整起意外没有人受伤 至于招式驾驶究竟是误采油门 还是有其他原因才会撞上车辆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借黄夫奇台南报道